我是Johnson 那這次是這個數位社區貨幣在黑格層第一次提案 那它是區塊鏈社區貨幣跟地方創生的結合 那我提案這個的原因是因為我看到台灣有一些發行社區貨幣的案例 所以我想要統合起來然後做一個發行社區貨幣的工具 那這邊是社區貨幣的定例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然後這邊是台灣目前發行過社區貨幣的案例 它有紙幣的也有數位的然後也有貝殼的形式 這上角有一個社群它幫我們做一個總整理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我的目標就是開發一個社區貨幣的發行工具 然後開放到那個網路上讓想要發行的社區可以發行 那這個社區貨幣它希望是用作促進公共利益的行為 然後就是對地方社區有貢獻的行為 那這邊開發的話可能就是會花一年的時間預估 然後才會開始與社區真正有合作 那它可能的發行方式的話是會有一個營運團隊 然後它就用電量資保持中立的方式 然後可能假如三千顆發行的話 它就給當地的地方上具有公信力的團體 這邊就是社區發行協會地方創成基金那一類的 然後再交給台灣發行給當地的社區居民 那這個專案的最小可行性產品的話可能就是一個錢包 跟正能合約 正能合約就是拿來開發虛擬貨幣的一個技術 所以這邊徵求一個一太坊的開發者就是正能合約的開發者 跟手機APP的工程師 然後下面是我自己的簡歷 我就是北大工程系經濟系 然後之前是在微城市做前端工程師 那這個也歡迎新參者就是想要做微文案型交幫手 或者是設計師網絡工程師 然後社會科學的研究者 然後從事地方創成的人 那有興趣的人就是歡迎加入 VSELECT DCC的這個頻道 然後可以一起討論 謝謝 謝謝張聖 然後接下來是第三出來 謝謝